各位读者帮玩好,欢迎收看2017年11月5日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一劝女儿离开丈夫,女婿打死岳母,一名70岁老父被一劝女儿及女婿分开,令女婿不满而将岳母殴打,造成后者头部重创,纵怨六天不治,警方随后根据情报,拘捕这名43岁女婿驻查 修女会强调续办学,否认麦兵二修道院校地,地主耶稣圣因修女会秘书处发文告澄清,强调该会无意脱寿宾城莱特街,修道院中小学和玻璃池华修道院中学土地与建筑,作为新发展用途 英国王储查理斯于今不易时许抵达有历史古迹城之称的太平,参观第二世界大战英雄纪念公墓,同时查理斯向二战期间殉职的烈士线上花圈,市民今早在毛雨细飞的情况下,赶到纪念公墓准备一堵查理斯风采,但被拒绝进入 娱乐新闻方面,王菲马云合唱《风轻扬》,天后王菲有新歌了,这回合唱对象却让人惊呆,因为对方是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,他家财万贯,二人合唱电影公首到主题曲,歌名叫做《风轻扬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,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